我们从哪里来 似后到哪里去呢 人为什么要活着 老子能解答这个哲学上的三个终结追问吗 我先问各位人有没有灵魂 我们都希望人生完美 但为什么常常总是事与愿违 天报计满 人报计全 一全就是全 请继续收看 台湾示范大学教授 顾名学者宗世强先生 为大家解读 保国经与神生 之三 我先问各位人有没有灵魂 我是碰到很多人跟我讲 我不承认有灵魂 不可以啊 老实讲我们 为什么说海辣百川 就是做一个老子的信徒 你一定要心胸很宽广 我一再说你对不代表别人错 别人对不代表你错 先把这个世费撇开来 你就有很宽广的心胸 你怎么讲都可以 我碰到很多人说 我不相信有灵魂 我说很好 我尊重你 但是请你把这句话换成另外一句话 你说说看 他说哪一句话 我说你说 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他就不说了 来 在座哪一位 你愿意讲这句话 其实老子当年他不方便说 他也没有这个名词 事实上他有这个含义 道就是你的灵魂 灵魂来投胎的时候 父母是你自己选的 所以你一定要孝敬父母 道理在这里 你读了《道德经》 你终于知道 为什么人要讲伦理 为什么人要讲道德 这是老子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我们来投胎的时候 是带着你一生的计划来的 今天DNA完全证实这件事情 一切你自己在做决定 一切你自己要负责任 这叫人生 这样各位已经听出一个明堂来了 西方人最大的错误在哪里 解读错误 信我者得永生那个我 不是指耶稣基督 是指你自己 佛教上天下地 为我最大 那个我不是释迦牟尼佛 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什么 你自己的灵魂 这叫先天 先天的计划 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 是要做不同的事情 不是要做相同的事情 各位想想看 如果每个人都做相同事情 这个世界就打乱了 全都打乱了 它都搭配好的 不战争 难你的比例相差不会太远 大量的生难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准备战争 要不然生那么多难的干嘛 就是要战争了 所以太平时机 女比较多 连续生难的 你就知道糟糕 糟糕了 准备打仗了 它都有证兆 老实讲 道 它是整全的 它是全世界性的 它是有全盘计划的 就是爱因斯坦讲的 上帝不会亡塞子 不会乱动 它不会 既然一切都是有计划的 而又是我们自己做的主张 你就应该好好的扮演 你这辈子要扮演的角色 叫做首份 那就叫首份 人人各有其分 各尽其责 没有什么权利义务可言 老子把它叫做道法自然 我请问你 那个法解释什么 道法自然是不是 道去效法自然 那绝对不是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道之外还有一个自然 那道算什么 道就是自然 那个法在这里 解释道就是自然 这样就没有错了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每一个人要好好检讨一下 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无私自通的 没有一个人 我们有一位每一个人 共有的老师 叫做自然 自然是我们每一个人 离不开的老师 因为我们都像自然学习 大家有没有发现 农民 他最少接受 现代的知识 但是他最聪明 最有智慧 我们很多难题 实在没有办法 什么专家学者 搞了几次场研讨 都没有用 去问农民 两句话就给你解决掉 这是实证 为什么 因为他的欲望很少 反而是欲望少的时候 他跟天都非常接近 读书读得越多 跟天离得越远 老天也不太理你 你读史书 有什么用 知识改变命运 但是《道德经》第十九章却说 少思寡欲 绝学无忧 少思寡欲是说 人生要减少思虑和欲望 这一点尚可以认同 而绝学无忧是说 不学习知识 就可以少很多烦恼 和忧虑 难道老子不主张 要学习知识吧 开智慧远比得知识重要 有了智慧 知识很管用 没有智慧 知识 知识累赘 变成你的包袱 一无用处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老子说 决胜弃智 老子不是不重视知识 我这句话非常重要 老子把知识分成两大类 一类叫做知道的知识 一个叫做不知道的知识 你这个知识里面 有没有一个道在那边 我们大部分的知识 都是不知道的知识 因为那是后天乱制造 都是人为编造 一大堆东西 老子的无为 不是我们一般人说 什么都不做 你看前面加一个字叫做为无为 那如果无为前面那个为就不要了 也不是解释说 做得好像没有做一样 那就虚伪嘛 那奸诈嘛 阴谋嘛 都不是 他告诉你 你的所作所为 没有一样是违反自然的 叫做为无为 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要事无事 你看我们现在经常在讲 没事没事 有没有 没事没事 就是从这里来的 但是我们搞错了 没事是非常高的标准 怎么叫没事 怎么叫没事 就是没有后遗症 才叫没事 没事就是我顾力很周全 我准备很周到 我一切我都有把握 不会有后遗症 我才有资格讲 没事 我们是中华民族 我们有自己的智慧 而且这个智慧 我保证 我是到处跑的人 回头还是 我们古圣先祥 那真是天下地狱 所以我们前面有个牌子 天下地狱 配上英文 the greatest philosophy 对 很对 当看中文有点 觉得怪怪的 老子会讲这种话吗 后来一配上英语 对 告诉全世界 如果有哲学的话 老子当真无愧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日本有一位物理学家 他得过诺伯尔奖金 他讲了一句很感慨的话 他说如果科学家 老早懂得老子的思想 就不会发展出 现在这种科技 不会 因为现在这种科技 老实讲 使人类是没有未来的 西方人最近讲得很清楚 现代的科技 像撒旦 撒旦就是魔鬼 给人类一点点好处 回头就要人类的命 人类终将实以科技 我们现在拿科技 没有办法 科技已经发展成一个怪兽 人类无法控制 因为它是偏面 它是偏道 如果科学家 懂得道德金 他就会发展出一个 全面性的科学 什么叫全面性的科学 凡是人生的 它一定要人灭 有一个东西非常害怕的 就叫塑胶 塑胶它不灭 所以海上的鱼一上来 吸到塑胶 它可死在那里 这个故事有必要在这里 向各位报告一下 发明塑胶的科学家 当他把塑胶研究出来的时候 他告诉公司 千万不要生产 因为我找不到解药 不知道怎么化解它 它永远存在 祸患无穷 公司满口答应 你放心 我们不会生产 一专严大量生产 爱因斯坦 最后的感慨 我下辈子 宁可当罗斯丁的工人 我绝对不要做科学家 因为科学家 永远是被利用的工具 这是他的无奈 日本是不需要两颗原子弹 就非无条件投降不可的 所以爱因斯坦 打电话给美国的总统 我当年告诉你 怎么制造原子弹 是希望你打胜仗的 现在我告诉你 已经不需要了 你千万不要放 美国的总统满口答应 两个打下去 第一个打到广岛 就够了吗 不行 你带了两个 难道一个带回去吗 准备炸他你 我告诉你 准备炸东京的 因为那个云雾实在太棒了 就近大长期 台湾有一个人 那时候正好在日本 可见他年纪很大了 广岛 他想下面一个 一定是东京 就打赶快 弯长期跑 有个搞得满身都是这样 人算不如天算 说到人算不如天算 不有人说 这是迷信 也有人认为 老子的思想是2500多年前形成的 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吗 我们现在学习老子的道德经 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这是我今天向各位报告的最后一点心得 就是当我们把迷信通通破除掉以后 我们就没有理想 迷信是不应该的 但是理想是必须要有的 什么叫做理想 像老子的小国寡民就是理想 那不是国家要分裂很小吗 绝无此事 你如果有机会去请教老君也说 你讲小国寡民 难道主张国家要小吗 他说那我讲治大国如捧小仙 那大国是从哪里来的 可见他不反对大吗 大本来就要大吗 其实小国是什么 小国就是现在的community 就是现在的社区 连我们一个一个小区 那就是老子当年所讲的 其实很多人他就脑筋自己封闭住 孔子所讲的话都兑现了 老子所讲的话全兑现了 一个国家再大 也是从一个小区 一个小区把它做起来 我们从现在开始 记住 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跟其他民族不要比来比去 可是他没有怕比 有什么好比的 因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们懂得 柔弱胜肝强 全世界不懂 老子说 道他是走反的路 他迟早回到原点 叫做没完没了就对了 没完没了 什么事情都是没完没了 做一个人也是没完没了 只要你活着 你就永远有事干 这叫人生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的责任就是说 我们也要跟西方的文化 区隔开来 这个话对现代人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说要把全世界的优点 我们都学来 这不可能 天道寄满 人道寄泉 一泉就是泉 一开始泉就泉 今天晚上是十五 月亮一定是远的 明天就开始泉 水一满一定溢出来 大海什么事都不做 都是他位置很低 然后所有水都流过来 他什么都不要做 一点不费金 那你高干什么 时间 往坊的方向去流动 你看人一出生就面临死亡 因为人寿命在场 最后是有限的 这人的局限性 你找这些无谓的烦恼干什么 第二个 我们必须要维持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中宝作用 有时候东方起来 有时候西方起来 人类才会生生不息 这叫做风水轮流转 如果文化一整合 全世界全人类 只有一种文化 人类毁灭 因为变成一 一就回到道了 就啥都没有 就变无了 所有有都不见了 无就出来了 东方人就是东方人 西方人就是西方人 你身为中国人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不管你现在满不满意 千万记住 这是你的无奈 就叫命 命 老讲你有本事跑到哪里 人家都把你当中国人 你不要认为你是美国人 没有 你看我们有一个华裔的人 在美国最近打球打得很厉害 美国人骂他 滚回中国去 他不把你当美国人 他如果这个扣拦了 是不是我们美国人搞的 怎么你们中国也来这一套 他就是不高兴 可是你问他是哪里人 他答不出来 当一个人搞到人家问你 你是哪里人 你说我不知道 我要想一想 这个人是很痛苦的 非常痛苦 身为中国人 死为中国鬼 我跟中国共心 共衰 共起富 因为我是中国人 这是我的命脉 这就叫分 老讲你现在把资金移到美国 美国垮来 你移到哪里去 像我们当年 多少人都是出国的 我的同胞同学 大部分都是出国的 到了晚年 想回来 把他美国资产全卖掉 回来买不到一个厕所 连个厕所都买不到 现在也一样 你看当年把资金 弄到加拿大去的 现在回来 把所有加拿大资产 处理掉回来 买个小厕所 它一切都是变动 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怎么样 你不知道 中国曾经把西方 作为学习的榜样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物种 需要多样化一样 世界上的文化 也需要多样化 在中国经济 推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已经认识到 发展文化的重要性 那么中华文化 在世界上 处得怎样重要的复营呢 最后一点 我们的责任 这一次 是要救人类的 因为西方文化 已经走到无路可走 天垂相告诉我们 美国金融风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叫选之优贤 选之优贤就是不可思议 又不可思议 就叫选之优贤 怎么可能呢 它就变成这样 你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 然后欧洲 欧债危机 你看意大利 所有名牌都到他国家里面 全完了 这什么道理 天垂相 这就是天垂相 现在逼得美国永远喊 我还是最强的 当一个人喊 我还是最强 心里就算我已经弱了 要不然你喊就干什么 对不对 当一个人说 我还在 我还在 就是人家都不把你当回事 你才会叫 我还在 我还在 要不然你就不必叫 所以我也提醒我们的女性同胞 中国人 只知道母亲的伟大 很少人提到爸爸的 你看我们三圣庙 就很好的例子 供奉的都是妈妈 爸爸是谁 不知道 我们自古以来 女权是最高的 因为最高 所以不需要争取 凡是需要争取 就是他没有才要争取 所以为什么老子讲 不争的人最富有 我借你一百块 丢了就丢了 表示我富有 我借你一百块 再想想想想 要加利息 那就是很穷 穷到像人家要利息 给就给了 什么了不起的 这吃亏就吃亏嘛 我吃得起亏嘛 我们要重新 把自己的脑袋瓜整理好 记住 我们留的是中华文化的学业 我们这次的责任 是眼看的 全世界都下去了 你看到天垂像是什么 最近天垂像是什么 就四个字而已 叫做天佑中华 其实日本人是很可怜的 日本人一定有一种恐惧感 说中华民族会把它灭掉 我每次跟他讲 我们从来不灭人家的 他非常恐惧 所以才会这样 当一个人最后这样挣扎的时候 你知道他已经快完蛋了 做一个人 千万记住 身逢其时 也要正常的生活 身不逢时 也要正常的生活 这是我们今天的结论 就是人生 好像跨狼一样 一个狼跨完了 还有一个狼 你跟刘翔这次就很麻烦了 跨也不对 不跨也不对 跨两个也不行 跨三个再甩更难堪 一直挣扎到最后 跑步歌 第六名 那回来怎么交代 他最后做的决定 他是懂得老子的 跳一个就下来了 我尽力了 我尽力了 不要再怪我了 趁机会在英国修理修理 回来再说吧 中华民族就靠这一点 永远不认输 我们长期活下来 美国人会认输 日本人会认输 哪个民族都会认输 只有咱们哥 永远不认输 你看人家那个足球队 踢赢了 哇我的天 赢了赢了 输了踢关头 只有中国的足球队 永远讲一句话 下一次你就知道了 我们的民族性是很可爱的 大家不要丑化他 千万不要丑化自己 人最不幸的就是丑化自己 我们好好地认识老子 好好跟他相处 你看他对我们多疼爱 照理说现在应该满身大汗才对 他没有 也不会淋着我们一头鱼 也没有 他掐到好处 失可而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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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